這邊要測試的是粉體胖腑 我們跟其他的Globe胖腑不一樣 它有硫化的裝置 硫化這個系統可以讓粉不會因為沉積 然後會有堵塞的問題 所以我們待會兒測試的時候會中途直接做 直接斷工器 讓它粉末沉積 然後再做第二次開筋 看它是不是可以順利的再輸送 那我第一次開機 先供氣 好那可以看到現在粉絲順利的再輸送 好那我直接停機 直接停機 然後搖晃 讓它粉直接沉澱在底下 好那一般Globe胖腑如果遇到這樣子的成績的話 可能它就會有阻塞打不起來的問題 但是因為我們有硫化的裝置 所以它這邊氣體會帶動粉體 還是可以做順利的運輸 還是可以做順利的運輸 那我們二次開機 好現在看到粉體是順利的運輸中 好那我做二次的停機 再讓它沉澱一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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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它完全的沉澱在整個胖埔的底下球做的地方 好然後做二次工器 好本體依然有效率的再輸送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謝謝